索罗斯,习近平未必连任,这获成他垮台的关键 身价亿万的投资名人索罗斯George Soros今天表示 他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可能遇到阻碍,无法顺利取得第三个任期 上述观点显然与多数观察人士看法相反 彭博报道,现年91岁的索罗斯1月31日在史丹佛大学 Stanford University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的演说中表示 鉴于共产党内部出现强烈反对声浪 尽管习近平处心积虑欲将自身地位提升到与毛泽东和邓小平相当 但这种状况可能永远不会发生 北京冬奥2月4日正式开幕前 索罗斯指出,习近平在党内树敌众多 中国爆发防市危机,国产疫苗无效,以及出生率下降 这些都是不利他连任的因素 中共预计于2022年秋季召开20大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 68岁的习近平很可能在这场会议上取得前所未见的第三个人妻 三个月前,中共高阶官员才宣布 中国在习近平领导下达到一个新的历史起点 替习近平无限期担任国家领导人铺路 全国代表大会之前,可说是中国政坛最敏感的时期之一 在中国不透明的一党制中,大部分职位角逐都是在不公开状况下进行 然而,从表面上看,习近平似乎一直在不断巩固权力并排除潜在挑战者 这让许多观察人士相信,他将轻松延长他的执政时期 然而,索罗斯认为,习近平的经济控管政策和COVID-19大流行所酿成的斗争可能导致他下台 他指出,中国的内部分歧如此尖锐,就连在各种党内刊物上都能看出来 习近平正被那些受到邓小平思想启发,并希望看到民营企业发挥更大作用的人事攻击 索罗斯指出,习近平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以来 中国经济成长的主要动力是房地产市场,但如今却陷入困境 这也可能导致这位中国领导人翻船 他认为,中国房市的现有模式无法持续 因为买家靠近来的钱买房,而在房子建好前就被迫开始付款 此外,地方政府的大部分收入也源自以不断上涨的价格出售土地 去年6月的价格即比前年同期高出30% 随着多数人越来越买不起房子,土地和房屋的价格都开始下跌 中国恒大集团是全球负债最多的开发商 去年12月首次被贴上违约标签 他的许多竞争对手也在苦苦挣扎 索罗斯预测,将大部分积蓄投资房地产的人民将会群起反对习近平 据索罗斯的说法,现在的问题是习近平是否会动用必要工具以重建信心 2022年第二季就可以看出他是否成功 但目前的形势对习近平来说似乎不太乐观 索罗斯认为,COVID-19的Omicron变异株窜起 也将对经济和习近平遏制疫情传播的能力构成严重威胁 他声称这种变异株不再受到控制 且习近平的严格封城措施也可能引发民怨 索罗斯说,Omicron可能成为习近平垮台的关键 他还表示,希望习近平被一位对内不那么专制 对外态度也叫和平的领导人取代 索罗斯说,这将消除各国开放社会现今面临的最大威胁 而且他们都应该尽一己所能 鼓励中国朝着理想方向前进 索罗斯是美国第二大私人慈善基金会开放社会基金会 Open Society Foundations创办人 该基金会拥有280亿美元的资产 致力在全球推动建立民主体制 并反对专制主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